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在半导体景气下行之际 台积电传出了 这个砍单的消息 不过在今天股价 确实利空不跌 在整个日韩股的晶片厂 其实在10月份 股价上涨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究竟有没有机会 可以落后补涨呢 另外富士康 现在郑州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员工大逃离 那么现在富士康 祭出加薪要留人 那么接下来苹果方面 会不会也要加速 把制造改到印度 另外双十一现在起跑了 包括富邦Momo 业绩在第一天就比平常 要成长了十倍以上 另外伯克兰也要挑战业绩 比平常成长了三倍以上 除了电商之外 还有哪一些的相关产业 可以语录均增 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资深分析师谢承岩 大家好 政大国关中心 今天监督教授汤绍 大家好 科技公司总金吴金融 大家好 台北韩科技大学副校长 吕耀志 大家好 以及韩文老师金炳秀 大家好 陈彦看到台积电传出 这个坎单消息 不过在今天的股价 却是利空不跌的 其实我们看到日韩的晶片股 10月都是强力反弹 那么大家也很关心 接下来台积电 有没有机会落后不涨 今天当然这个讯息 是非常的负面 可是台积电的股价 相对抗跌 所以这个到底是利空 还是不是利空 因为毕竟台积电大砍单 不是疑似也不是谣传 基本上大概基本上 都已经经过产业的证实 我们先看一下DC Time Asia它这个标题特别谈到 台积电的主要客户 持续在消减订单 并不是偶尔的一个偶发事件 而是持续在消减 当然台积电说 明年他还是很有信心 可是在他充满信心的情况下 他却下修资本支出 这个我们之前特别提到了 下修从400亿美金 下修到360亿美金 现在更传出 因为三奈米大客户 临时取消订单 这个三奈米的客户到底是谁 我估计应该就是苹果 因为毕竟目前真的有供货给 有供应三奈米给客户的 大概目前就是苹果 因此他大砍这个协力厂的订单 砍四到五成 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范围 目前涵盖的大概是再生金源 关键耗材跟设备这些领域 这已经引起业界的风暴了 因为没想到他砍单的幅度这么大 虽然台积电对明年还是充满信心 但是这样的一个砍单结果 对厂商来讲 大家是人心惶惶 而且根据埃及维 他这里谈到一个重点是说 产能是大幅度的一个下修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 他7奈米 6奈米的产能率 大幅度的下滑 可能降到80 90甚至80 可是大家就想说没关系 5奈米 3奈米还是很稳的 而且3奈米今年下半年量产 整个产能应该有机会补上 结果现在传出来 台积电3奈米的月产能 会从4.4万片下修到1万片 会下修到剩1万片 这个下修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对供应商来讲 他多方的一个订单的需求 一定会大幅度下滑 所以为什么现阶段的订单 对很多供应商来讲 他已经较年初减少4到5成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确实我们也看到 台积电的大客户像苹果 像Intel 虽然大家会说可是苹果还好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10月份 苹果手机的销售数字 已经开始比较有明显的下滑 甚至原本的Intel 台积电不是帮他弄了一条产线吗 第一次当时在讲 就是一条产线挪给他在新竹宝山 结果现在延后要进来 这个部分也会有影响 包括联发科 包括英伟达 包括AMD的部分 他的拉获力道都超下滑 或是延后的状况 都比预期来得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力空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可是我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如果注意看第三季 整个营收制程占比当中 28%是5纳米 26%是7纳米 其实超过一半是先进制程 我们就在里面我们就在找 有没有3纳米 实际上3纳米可能要从第4季开始 才会真正量产出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据关键 我这边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埃及为特别提到 他说月产能是4.4万片 降到1万片 根据台积电官网正式的公告 包含台积电跟他全资 持有的公司 一年的产能是1200万片 我们把它除以12人 那就一个月以后100万片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修正的幅度跟空间 我认为对供应商来讲 可能是4到5成 可是对台积电整体来讲 其实是个位数 而且2% 3%的一个调整 所以为什么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一开盘虽然小幅下跌 后面9点半过后就很快拉回来 而且直接拉到平盘 虽然后面稍微有一些震荡 可是尾盘还是拉上来 我觉得除了实际上这个利空 我觉得并不是真正这么严重之外 可能对它的供应商来讲 冲击比较大 但对台积电来讲 我认为不是那么严重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利多 我们带各位看 这个利多是什么 就是亚利桑那州 下个月要举行首部机台移机 这个亚利桑那州这个厂 未来也会嵌入3奈米 现在是先供应5奈米 未来是5奈米跟3奈米 混合生产的方式 而且下半年就会开始运作了 目前如果实际上 我们如果看它到了2026年的时候 大概越产能可以增加到4万片 所以这个增加的产能的部分 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互补以后 其实还是增加的 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媒体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包括已经有传出来说 拜登总统要出席 亚利桑那州的若晨典礼 当然台积电有特别声明说 目前是不是打算邀请拜登 当然是的 但是拜登总统 是不是确定会出席 目前还不晓得 但是如果真的出席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整个受邀的名单 目前估计大概是900人 其中包括台积电的供应商之外 当然一些重要的政要人物 也都在里面 那刘德英也会亲自率团去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相当重要 因为代表台积电 在整个供应链当中 它非常重要的地位 还有其他的盟友参加的过程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台积电之前 我们讲到的OIP的平台也好 还有这个3D Fabric 这个结盟也好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认为这个部分 这个利多反而去盖掉了 大家所谓的砍单的这个议题 台积电 再来我们再继续看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这个新闻传出来是说 台积电1nm要设立在龙潭 当然这个讯息 要设立在龙潭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就想说 可是龙潭厂区 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 但是国客会旗下新竹园区 管理局他有说 如果厂商有需求 我们会想办法帮他排除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确保 我们半导体领先的一个地位 所以基本上应该还是会持续 评估后续的一个开发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不论是杨利桑那州 还是说接下来在龙潭 可能要再往1nm前进来讲 整体先进制程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并没有受到 太大的一个影响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落后补涨这四个字 为什么我要讲落后补涨 因为日韩其实已经开始强力反弹了 从晶片的 美国对中国的晶片管制以来 其实台积电的股价 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地缘政治绝对是 大家考量的第一个重点 但是摩根斯坦利却说 其实股价低的时候 净值也低于 股价也低于净值来买的话 这个利空 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利空淬炼底部 这件事情 所以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在接下来11月 代理着半导体整个族群 开始往上攻 我觉得很有机会 为什么 我再带各位看一个 这个Intel Intel这一次公布财报 真的很惨 因为它的上一季获利 既然大幅度减损了85% 营收下降了20% 可是它的股价却大涨 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 其实这一种概念叫做什么 叫利空不跌 也就是说我利空不断的出来 因为我前面股价 早就已经反映过了 所以当最后的利空出来的时候 股价反而上涨 因为后面不会再更差了 所以有一种短线 触底反弹的味道 所以从这个EPS 大幅度减少的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还能够上涨 这个点大家会觉得 好像也不够充分 因为我只拿了一个Intel来讲 Intel是台积电的对手 可是我们如果把 台湾的半导体指数 日本的 韩国的 整体的我们一起做个评估 尤其是在10月份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反攻 只有台湾的半导体指数再跌 我这边对比给大家看 你看台积电最近一个月 跌了6%多 然后Intel既然涨了5%多 Intel整体的表现比台积电还差 可是Intel却涨 台积电却跌 这是什么一回事 还有包括他的对手三星 最近一个月的涨幅 也超过8.7%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台积电的设备供应商 就是LaserTech 你注意看他是在台积电日本 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最近一个月涨了超过4成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 整体看起来利空不跌 再加上美国的 亚利桑那州厂的利多 再接续到整体 半导体产业的环境 大部分在10月份 都已经开始领先上攻 甚至他的对手Intel 财报不佳的情况下 股价都能大涨的话 我觉得很快的 我们就能够看到台积电 不只落后补涨 可能甚至带领整个半导体指数 往上攻 好 刚刚呈演的 我们看到 现在半导体的景气下行 所以很多的半导体厂 纷纷缺减资本支出 或者是减产 不要请教吴总的是 为什么三星会反其道而行 我们看到其实包括像是美光 他的资本支出 在先前我们提过大坎的三成 包括台积电 也是二度下修资本支出 包括Intel 也削减了在明年的销售 跟营运的成本 所以为什么在三星的做法 会跟别人不同 第一个今年的记忆体 整个市场的价格跌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很多的这些记忆体公司 他们的营收都开始下来 所以变成美光 还有刚刚讲到的SK 海力士 他们也都要减产 那么减产主要是让价格上来 但是三星有一个特性 因为我在1980年代 我就开始就是有参与到 这一个DRAM 记忆体的一些它的买卖 还有采购的事项 那么当时1980年代 DRAM是相当的 就是说它的容量是相当小 价格也比 但是价格不低 那时候一彎价 一颗256K的DRAM 是一个景气循环的商品 它经常就是说缺货的时候 供不应求是缺得很厉害 整个价格涨得非常的凶 但是叠价的时候 叠得非常的凶 那叠价的时候 当时我们来看 就是说在1990年代的时候 日本1980年1990年代的时候 日本是占据低润的市场 大概80%以上 然后韩国是后期之秀 后期之秀 但是DRAM景气循环的时候 每一次三星 每一个人 大家都要停止盖场 三星它保持每年盖一个场 每年盖一个场 这个是对的 第一个我们要看 在1990年代 那时候大概是1980年代 从6寸场 进入1990年代 进入8寸场 整个资本支出的金额 不是非常大 但是大概是120亿美金 不过在当时也算是 非常大的资本支出 那么日本人很保守 市场不景气 他就不盖 但是三星盖 等到一景气来的时候 三星的产能最多 他赚得最多 我举例来讲 1992年到1995年 这一波缺货的风潮里面 三星每天每天赚得非常多的钱 这个也就累积他的实力 所以三星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他就是不景气的时候 还是继续投资 所以依循这个部分 三星没有砍他的 这个记忆体的资本支出 另外一方面 除了记忆体外 他今年三星的资本支出 大约是在395亿美金左右 就是跟台积电 台积电原来的资本支出 是400亿美金是相差不多的 但是三星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记忆体 一个是金颜代工 那么金颜代工 大约是100亿美金左右 这个部分由于金颜代工 三星属于还在积极的建立 他的产能的过程 所以他也没有理由 去砍他的资本支出 我们要知道三星的强大 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来自于他资本很雄厚 现在三星手头有的现金 大约是接近2000亿美金左右 所以很多业界的分析师 或者是观察家都认为 三星现在 因为三星原先李在龙 这个顾会长 现在已经升任为会长 当时他因为有官司缠身 所以三星很多的投资的动作 都被受限 现在李在龙已经 经过韩国总统的特色以后 他已经没有限制了 而且正式接任会长 他要积极的投资 当时李在龙讲一记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方向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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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技术最重要 所以三星在他整个复苏的过程 技术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简单讲一下 其实三星 现在三星的自卫型手机 还是全球第一 他曾经被华为超越过 也就是说三星最害怕的敌人 是来自中国 因为中国在生产成分 第一个是中国的内销市场很大 每年自卫型手机 有三亿多支的销售量 所以华为就有超过三星 事实上他有可能一直超越 只不过华为后来被美国 就是川普政府把它列入实体名单 对他做最严厉的制裁 所以华为的手机 现在只能够做4G 5G的方面可能都已经没有 因为美国就是限制他的这个发展 所以三星现在很害怕的是中国 我举例来讲 中国本来都是后起之秀 TFT LCD 现在中国已经超越三星很多 三星已经把他TFT LCD关起来 接下来三星现在最主要的是做OLED 他做OLED的部分 其实中国的京东方 还有很多的公司 他也开始做OLED 包括手机的OLED 也激起直追 所以三星最惧怕的是中国 其实李在荣在10月27号 已经接任了三星集团的会长 他先前在李建西的两周年的追悼仪式 就曾经说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数年来 为了引领新的领域 正在面临追赶者的强烈挑战 他口中这个追赶者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对 因为中国大陆追赶得很厉害 第一个手机方面我们可以了解 中国的小米 OPPO Vivo 其实这三家加起来的 销售量已经超过三星 他们是紧接的在追赶三星 也就是说在成品方面 另外我们来看 中国在家电产品 海尔还有美德 美蒂 这几个家电产品 他也是变成三星的劲敌 另外半导体方面 本来是中国卯足全力想要发展的 但是这一次美国对中国的禁令 其实是帮了三星一个大忙 因为原先中国的长青存储 他本身来讲 是现在他已经Name Flash 他已经做到量产的是64成 128成 他已经号称他已经能够做到232成 但是美国禁止超过100 就是说超过128成的设备输出到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家叫长青存储 长青存储 他本身是做低润的 他也是投资很大 也就是说他的产能 最高可以到30万片 现在他做到 可以做到19奈米和17奈米 这个部分他也是 因为这些中国的厂商 现在你跟三星是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但是问题他会影响价格 像长江存储 连Apple Apple本来也要用他的Name Flash 因为他的价格可以比 比如说比这个东芝的Kaiosia 就是凯霞 还要便宜25% 跟三星比也便宜20几个% 这个是很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是 但是现在被美国卡住了以后 这个三星松了一口气 面对中国这么大的强劲的对手 李在龙觉得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用技术 技术 技术 要以领先的技术 才能够 就是说中国在后面追赶 我不怕 只怕我没有新的技术 好 不过我们说到三星 就要请教这个丙秀 在过去我们都说 南韩的年轻人 他们最希望进入的企业 就是三星 不过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现在已经改变 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是 另外一家企业 叫做Kakato 对 现在韩国的情况 有点变了 以前差不多10年前 大家都最想进去的公司 就是三星 但是三星现在对10 跟20代年轻人来说 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 然后他们的薪水也是 大家都说没有很高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在三星工作 没有很高 对 如果是跟其他的中小公司 比较多 当然是比较高 比较稳定 但是他们说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一个月的薪水 如果是没有加其他的 某家钱或者扣掉税 他差不多7万 7到8万 大概7到8万台并 对 一个月7到8万的薪水 然后他觉得 他这个薪水是比我们外送人员 如果外送人员很认真工作的话 他们一个月赚十几万 对 所以他们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三星的薪水是没有很高 而且是现在韩国的房价 就跟其他国家一样 越来越贵 所以大家都目标是想要买房子 但是他们觉得 这样子一个月薪水7到8万 那我每个月存大概4到5万 也是要工作十年才可以买到房子 那他们因为这种情况 大家都是有点放弃结婚 然后觉得好像我在这里 这个大企业公司 早上上班到晚上这么认真工作 也是我不能 做我自己的兴趣的运动 或者是兴趣 然后那就买不到房子 那我干嘛要这个大企业工作 就是时间都被绑死了 对 所以大家都是 越来越多人 就不想要进去三星 而且是韩国三星 是比较传统的大企业 就是我们现在那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企业是哪一个 CACO 对 现在年轻人 比较喜欢CACO公司 因为他们觉得是 CACO公司有未来 例如说他们看CACO公司 老板也是年轻的 然后他们也是还会做给 放给那个员工股份 然后他们的意思是 我们一起长大 那就是CACO公司的员工觉得 这样公司好像是看我们 不是一个员工 是我们一起长大的一个partner 所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觉得CACO公司 是一个很棒的大企业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 选递命的大企业是CACO公司 不过要再请教秉秀 就是现在韩国年轻人的 这个想法 是不是跟过去 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因为现在还出现了 所谓的尼特族 就是实际躺平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超过三成的年轻人数 他们已经达到12.6万人了 而且甚至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硬件 在10名受访者当中 有7个人放弃求职 大家干脆不找工作 现在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他们都觉得是 好吧 那我找一个上班族的工作 也赚不到钱 那我们这样子 前面很认真打工 存钱 然后存到一顿钱 他们用这个买股票 或者是玩比特币 玩虚拟货币 比特币或是买股票 对 他们现在是有点是不想努力 但是想要赚大钱 那他们要前面做这些方式 试试看看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他们直接放弃 然后放弃 后来变成就是尼特族一样 就是这样子 对 想要赚大钱 想要赚快钱 就是不想要再像过去这样子 很苦干实干去打拼吗 对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韩国 他们都在媒体看到那些 因为股票赚很大钱的 或者是用比特币赚很大钱的人 而且他们都是在媒体都说 他们都是很年轻 譬如说我看到一个韩国的新闻 有一个25岁的人 玩比特币赚了韩币什么100亿 然后他现在是开几个店 然后他在玩 然后很多年轻人 都在羡慕这个方面 所以韩国现在年轻人 都是不想要正常的工作 很多人是想要这些方面 就是跟他一起走 对 好 钢饼修带 我们看到 其实跟过去相比 韩国年轻人 他们的观念 已经跟过去差很多 不过我们说到 其实这也会影响到 整个国家在未来产业的发展 在台湾跟韩国 都是所谓制造业的大国 我要请教吕老师 现在全世界景气下滑 那么IMF预测说 台湾的人均GDP 那么在今年会超过韩国 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半导体的部分 是升起了半边天 但你觉得台湾的领先 韩国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持续很久吗 台湾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吗 这个两三个礼拜前 我很多朋友很高兴 大概有一打的朋友 在台湾的内阁当部长 我想说大概高兴个一分钟就好了 一分钟马上就可以找得到理由 说为什么台湾的人均GDP 在这个时间点会超过韩国 甚至超过日本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汇率因素 因为韩元跟日元 这个幅度大幅贬值 台币并没有贬那么深 所以当然换成美金来讲 台湾就比较占便宜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如果比这个人口来讲的话 其实三个国家半斤八两 但你看未来台湾的人口 搞不好比韩国跟日本还要少 分母变小了 那当然整个人均就往上冲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高兴的 所以只要高兴一分钟就好了 我个人是认为说 有一个比较准的指标 其实应该是 我们这个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 那么过去来讲的话 大概十几年前 我在帮经济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制造业的 附加价值率表现得其实不好 大概22%左右 现在一路冲到32% 感觉起来应该很高兴 的确我们也做了一些 不错的政策 比如说台商回台 这个因为是刚好这一波 整个区域的政治不稳定 两岸的因素等等 很多人从大陆撤回来 这个是一件对的事情 也造就了很多新的一些 发展的一些机会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台商还是要有下一步 往全世界布局的 这样子的一个考虑 才会把台湾的竞争力 持续的影响力往外扩大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像韩国他最近 你看他半导体 长期在中国 有这样子的一些布局 他也没有打算把它撤回来 刚刚我们的很多的来宾 也讲到就是说 韩国像三星这种公司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投资 我觉得除了他的惯性以外 他大概也是抓到 美中未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 所以他即便才能利用率 在这个景气不好的当下 是比较小的 但他未来景气上升之后 他可以两边都赚 他也不打算很大幅度的撤出中国 我觉得也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在 所以他把他的重要的先进制程 如果香港都愿意摆在海外的话 那当然他的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 就不像台湾说 全部的人都要回来 他不一定 他很多的重要东西摆在海外 从海外买回来 当然他本土做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好 不过我们说到台湾跟韩国 其实我们都有生产面板 不过在先前 因为中国大陆的关系 他们有一些补贴的政策 结果这个价格占 结果导致面板变成是产业 那你觉得台湾的面板产业 在接下来还会有生存的空间吗 我觉得刚刚 其实我们的讨论 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好玩 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都减产保住价格 这个当然不会被告说 我们是被 有点像是做团队联合垄断这样子 但是就怕中国 这个时候还在扩产 会拖垮大家的这个价格 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我们看到这萤幕右手边 底下的这些 包括说笔记型电脑跟桌上型电脑 这些尺寸的面板 10月份的叠价 已经比9月份要来的收敛 所以有一部分的面板业者 是觉得说 如果大尺寸面板跟中尺寸面板的库存 消化的比预期要来的不那么悲观 甚至是更乐观的情况下 景气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可能 两到三季里面会看到一个相对落底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赶快去做一些新产品 那这个新产品 其实有小的也有大的 什么样的新产品 大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一直把思考都放在家庭 每个人可以买的电脑 每个人买的手机 这些东西都卖不太动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想像 移到户外的大空间 那不是个人用的 也不是家庭用的 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广告 或者说大型的这些投影 所以我预测 未来在这个MicroLED 今年的成本价 已经比去年跌了50%左右 所以MicroLED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耐创的李允丽 他就讲说今年到明年 未来这三年可能 大量的这些新的技术会应用的话 这个部分成本降下来 包括大的面板 包括说投影机都可能被取代掉 所以这些新的产品 一出来的话我想会对面板 也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好我们接下来 再请教这个秉秀 在这一次让这个全世界非常震惊的 就是离太原的这个事件 到目前还在发酵当中 那么其实纽约时报 它也有报道说 为什么一场这个狂欢在最后却演变成是超过150人的死亡 这样的一个惨剧 那么这跟韩国的本身的文化是有关的吗 或者是说在南韩这个公安的问题一直都有存在 其实应该是现在超过30岁以上的人应该他们不太懂 他们为什么韩国离太原 而且是万圣节这么多人出去玩 还有这种活动 应该是说现在对时代和二时代来说 万圣节等于是圣诞节 然后韩国圣诞节是跟家人一起过的概念 但是万圣节是对他们来说一个跟朋友 然后跟大家一起出来玩的一个活动 然后离太原是一个很多外国人的地区 在韩国 然后以前因为美军在那边 然后很多外国人住在那边 然后离太原所有的店面跟夜店或酒吧 都是很有外国的特色 所以是因为万圣节是国外的活动 所以韩国人而且是对这个年轻人来说 想到万圣节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离太原 然后我也是以前 疫情前 五年前也是去过万圣节活动 在离太原 那时候也很多人 那时候也是差不多 也是跟这次一样十几万 十几万个人在里面 但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因为那时候的警力是五百多个人 而且我那时候有的 对我的经验来说 警察都一直管人家 例如说什么交通整理 在现场指挥 或帮忙疏导一些 对 跟这次一样 也是人多到不能走入什么 警察都办我们管理的 你们往前走 你们往后走 然后外面乱停车 他们都会让他们离开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在离太原玩的时候 我其实蛮安全的玩 然后我这次 因为三年疫情的关系 然后这是解封第一次办的 离太原万圣节活动 然后我其实有预想过 就是这次也是应该很多人出来玩 然后我也看到10万多人出来玩 然后我有几个学生 台湾的学生也是在那边 然后他们派给我 说老师 离太原真的很多人 但是我后来就是 我也在外面的时候看到韩国的新闻 离太原发生这件事 我很吓到 然后我直接打给我的家人跟朋友说 然后也是学生们说 你们还好吗 他们说没有 没关系 他们还好他们不在那个巷子里面 今年这么多人 警力是少很多的吗 对 这次警力 我也后来就是看到这些新闻 我一直擦 然后后来就看到 今年的话警力差不多100多个人而已 就可能擦了 跟你之前去的擦了好几倍 对 而且是OK 100多个警力 他们如果是还会管那些人 我觉得应该没事 但是我后来看到新闻 他们 而且是看到离太原 里面的情况的影片 他们都不会管 他们都在旁边看 然后如果是真的人家打架 或是这种发生事情 他们还应该会管的 但是他们不会交通整理师 然后其他事情都没有做 所以很多人觉得是因为这样子 会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韩国其实有两排 因为一个是 他们都说政府的问题 政府应该要提早 要负责 对 要负责的 然后另外一边是他们说 去这边玩的人的问题 是两边都会要玩 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现在韩国到11月5号 我们大家都有点 再不要出去玩 然后待在家里 就RIP他们这样子 但是现在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新闻 有一些新闻台去 宏大那边采访 因为宏大那边太多人出来玩 宏大那边还是很热闹 所以他们在路边的路人 要问采访者说 今天怎么会出来宏大玩 你觉得李太渊的事情是怎么样 然后那个年轻人说 李太渊事情很难过 但是那个事情那个事情 然后我们是要继续做 我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晚生节 要出来跟朋友一起玩 然后看到那个画面是 宏大还是很多人在那边玩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来说是 李太渊的事情是很难过 但是他们觉得 这个是可能别人的事 对 他们会变成 只要自己好就好了 这是李太渊的事情 我刚刚前面讲一样 对年轻人来说 没有很大的事 对 他们也很难过 但是他们觉得是 这个是难过 跟我的生活是分开的 所以他们就继续购物 继续狂欢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到 跟以前跟10月号一样的事情 对 不过的确 现在年底是所谓消费旺季 尤其双十一大战 已经正式的开打了 那么有哪一些相关的 台股方面的族群 可以做留意呢 先休息一下 少回来